第1961章打人不打脸 浩瀚区域 无数道目光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这是不懂炼丹 而且 他说他炼丹没有多长时间 这是在故意戏弄丹神功吗 紫禾站在那屋檐 身为炼丹师 自然能够看出丹药的优劣 能够感知到叶福天炼制出了什么级别的丹药 叶福天所炼制的那枚丹药 恐怕不比他炼制的差 然而叶福天的境界 才人黄四阶 莫非 此人大道无瑕 神伦完美 不仅是他 这里许多人都是识货之人 叶福天一看炼丹水准变非同寻常 这一出手 之前炼丹大会上的炼丹师 的确无人能比 哪怕是紫禾大师 怕是也不如 何时 出现了一位如此年轻的炼丹大师 炼丹需要时间 年轻且厉害的炼丹大师及人物不多 凤毛麟角 丹神功的奇目已经是特立 万中无一 然而如今 又出现了一位如此超凡的炼丹师 东华欲炼丹之能人 近在丹神功 那么 这七年呢 莫说是丹神功的人 即便是从太渊大陆随丹皇同行的人也都愣住了 之前他们也问过叶福天是否擅长炼丹 他说出亏门禁 不是很懂 这叫不是很懂 随意便炼制出了这种级别的丹药 出亏门禁 这让那些沉浸于炼丹多年岁月的老家伙怎么想 东来上仙传人 东仙岛修行之人 他们想到叶福天的身份 东来上仙的后人亲自带他来到这里 看来 是他们自己的偏见导致没有想清楚 若是叶福天真的平常 东来仙子会带叶福天前来 而且 是准备带他前往祭皇那里的 如今看来 是有备而来 当然 他们不会说明叶福天的身份 丹神宫目中无人 无视东华与其他炼丹势力 丹皇塔也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 叶福天出手 算是给了对方一点教训 让他们知道 并非只有丹神宫有厉害炼丹大师 阁下是何人 只见这时 丹神宫其目看向叶福天开口问道 他风度翩翩 气质超凡 并没有流露出恶意 只是对叶福天有些好奇 叶福天随丹皇弟子一同前来 若说他是丹皇的一波传人 那么便比较正常 然而叶福天却说不是 这样的话 他是何身份 这连丹水准 哪怕放在丹神宫 也没有几人能够相提并论了 一位初出茅庐的炼丹师 叶流年 叶福天微笑着道 叶流年 其目轻声道 阁下说笑了 如此精湛的炼丹水准 想必沉浸于此到多年 丹皇前辈乃是顶尖炼丹大师 我素来仰慕 有阁下这样的传人 才正常 他此言是想要试探一番 当然他也的确猜测 叶福天是丹皇弟子 只是之前没有承认 因而这次他问话之时 目光始终看着叶福天的眼睛 想要看看他如何回答 无论你信不信 我炼丹的确没多长时间 也就数年前才开始接触炼丹之道 我也非丹皇弟子 叶福天笑着回应道 知道对方好奇 却没有说出 让他们去猜吧 有没有兴趣入丹神宫修行 其目开口说道 如今东华域内 丹神宫应该算是最顶级的炼丹圣地了 在丹神宫不至于埋没你的炼丹能力 叶福天露出一抹怪异的神色 这其目是看到厉害炼丹诗变想要邀请加入 之前是紫河 如今又邀请他 只是这句话怎么听着怪怪的 丹神宫才不至于埋没他 其目听你的语气 仿佛丹神宫培养出了许多炼丹实力胜过他的人 一旁的林秋笑着开口道 埋没他的炼丹能力 丹神宫有几人能比 需要入丹神宫做什么 他已经知道了叶福天的身份 看来之前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 叶福天并非是来自太渊大陆丹黄塔 而是蓬莱大陆东仙岛 那女子是东来上仙之后 叶福天可能是她的弟子 传承自东来上仙 当年东华域第一炼丹大师 东来上仙的传人 需要入丹神宫修行炼丹之术 这齐木竟还称入丹神宫才不至于埋没 也不知哪来的自信 到此刻 齐木似乎依旧有种高傲的姿态 认为丹神宫是东华域第一炼丹圣地 因此 利害炼丹大师都需要入其中 除了丹神宫之外 很难有其他势力能够让他炼丹能力更上一筹 齐木没有理会林秋语气中的讽刺之意 而是平静回应 他看向叶福天道 丹神宫虽也没有多少人在炼丹造诣上比你强 但至少利害炼丹大师有不少 可以相互交流切磋 以后我们也能时常交流炼丹之道 古山之上 有前来长者开口说道 叶流年 你若愿意入丹神宫 可以给你最好的修行资源 甚至 让公主亲自指教你炼丹 如何 叶福天看向对方 这些人道也有些气度 他出手本就是冲着丹神宫 然而看到他的炼丹水平之后 竟都先后出言邀请 想要让他入丹神宫修行 而非直接仇视 许多时候 只是立场不一样 若是他入了丹神宫 和对方自然变在同一个立场了 丹皇塔虽有丹皇坐镇 但终究不属于真正的炼丹圣地 缺少底蕴 丹神宫 才是最适合你的 以你的炼丹水准 不应该错过 又有一人开口说道 使得浩瀚空间的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这是从相互间的切磋到挖墙角 想要将丹皇的人挖走 入他们丹神宫修行 诸位的提议倒是有些心动 只是 我没太大的兴趣 叶福天笑着回应道 直接拒绝了对方的邀请 他怎么可能入丹神宫修行 且不说丹皇的关系 他本身是从东仙岛而来 是东仙岛第二岛主 东来上仙传人 入丹神宫那算什么 而且这些丹神宫的人有些自以为是 自视太高了些 认为丹神宫为最强炼丹圣地 仿佛错过了他们 便是一大损失 入丹神宫或许能够学到不少 但丹福天却不认为自己有精力放在上面 东来上仙传承给他的 已经足够了 拒绝了 看来丹神宫挖不动 其目见业福天拒绝 目光看向他开口道 既然如此 阁下尽全力炼丹 你我切磋一场 如何 既然业福天不愿入丹神宫 那么今日便算是来挑事了 让他们这场炼丹大会无法收场 这样的话 只有他出手和业福天切磋一场了 无数道目光看向那边 许多人露出兴奋之意 丹神宫第一炼丹天才人物 他亲自出手 会炼制出什么级别的丹药 若是叶福天全力出手 两人的交锋会如何 然而却见叶福天只是淡淡地扫了对方一眼 回应道 没兴趣 说吧 他便直接转身漫步离开 之前炼丹也是对方压迫 要他们给个交代 只好出手了 如今 还要切磋 没完没了吗 其目皱了皱眉 丹神宫不少人气息弥漫而出 却见临丘等人往前走了一步 目光环视人群道 怎么 莫非炼丹实力不行 丹神宫准备强行留人不成 让他们走 古山之上 丹神宫的长者开口说道 顿时许多人将其吸收脸 没有准备留人 今日之事 他们没理由留人 无数人看着 若是强行要留下叶福天的话 丹神宫自己脸上也无光 走吧 叶福天对着身边的人开口说道 顿时一行人纷纷转身迈步而行 离开这边 是因为你的链丹实力比较强 不是他们差吗 离开之时 北宫双天真的开口问道 听到这声音无数道目光凝固在那 那些链丹大师恨不得抓住他抱打一顿 打人不打脸啊 临走前还要这么羞辱他们 叶福天看了北宫双一眼 无言以对 改日登门拜访 找阁下切磋链丹知道 其目的声音远远的传出 飘入叶福天耳膜之中 显然对方不打算就此罢手 第1962章邀请 叶福天他们继续在网都转了转 随后便回了客栈行宫 但据林秋说 他们只在网都走了一小块地盘 身为东霄大陆的主城 网都辽阔无尽 修行者无数 虽说如此 但他们的消息依旧很快传出去 原因无他 因为丹神宫的炼丹大会极受关注 那里所发生的事情 自然很快传开来 而且扩散极快 很快便在各大小酒楼客栈被谈起 许多人都知道 丹皇也到了望都 而且丹皇的人 和丹神宫的炼丹大师发生了一场冲突 且压制了丹神宫的炼丹大师 有人说 丹皇是故意的 派人前去打乱丹神宫的炼丹大会 以证明他的炼丹实力 不过也有人认为丹皇没那么无聊 而且是丹神宫的人狂言在先 扬言东华欲炼丹能人尽在丹神宫 直接无视了丹皇他们的存在 因而丹皇的后人才没有忍 但对于这一切丹皇他并不知晓 月福天出去闲逛之时 丹皇和东来先子去了一趟望神雀 待访望神雀的主人 季皇 群长之人自然无法轻易见到季皇 但东来先子却能见到 他乃是东来上先之后 东来上先和季皇是好友 多年前东来先子还小的时候 便和季皇熟悉 称季皇为叔父 时常被季皇抱着的 关系自然亲近 只是东来上先出世之后 东来先子一直在东先岛闭门不出 多年过去关系才生疏了 丹皇和东来先子回来之后 行宫中 陆续有人前来拜访 而且来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都是望都有头有脸的人物 丹皇只好接待 之后才知道 叶福天他们已经在望都惹事了 而且还直接惹上了单神宫 这倒是让他有些无语 此时 行宫中的艳客之地 便有老者对着丹皇笑着道 如今丹神宫已是望都最大的炼丹势力 擅长炼丹的大师人物都被吸纳过去 外界的修行之人想要获得一枚丹药可并不容易 便也使得丹神宫越发目中无人了 这次丹皇到来 有人去错一错丹神宫的威风也好 让他们明白 炼丹势力并非只有丹神宫 这显然是对丹神宫不满的修行之人 丹皇听到此话有些无语 看来这锅是他背了 许多人都默认地认为 叶福天是他派去丹神宫故意挑衅闹事 扫丹神宫的颜面 没错 如今那人自许东来上仙之后炼丹第一人 已是目中无人 丹皇可是东来上仙的传人 炼丹之实力又岂会在他之下 又有人开口说道 都是一些恭维的话语 抬高丹皇 但是时尚丹皇心中有数 丹神宫的那位据说已经在冲击那一境界了 而且炼丹水准极高 论水平应该是在他之上的 毕竟在多年以前 对方便一直是极为厉害的炼丹大师级人物 对于这些奉承的话语 他自然不会太放在心上 诸位误会了 流年并非是我弟子 也非丹皇塔炼丹师 更不是我让他前往丹神宫炼丹大会 此事应该只是一个巧合 丹皇解释了一生 虽然没什么意义 该误会的人依旧还是会误会 但他此行也不会闲着去找丹神宫的麻烦 徒增事端 不是 一人露出差异之色 看向丹皇道 那么是谁培养出如此出众的炼丹妖念人物 丹皇这点应该不会骗他们 若是他的弟子或者在丹皇塔修行 不至于否认 这暂且不透露了 诸位见谅 丹皇微微拱手道 使得诸人更加好奇了 莫非是那些比较低调的强大炼丹师 但他们实在想不出是谁 能否见见叶小友 有人笑着开口说道 我问问 丹皇对着身边之人吩咐了一声 对方离开这边 不多时 便见叶福天一行人朝着这边走来 目光望向眼前的一行人 都是老一辈的人物 修为基本都是尚未皇境界 晚辈叶流年见过诸位前辈 叶福天微笑着行李道 虽说如今他的实力并不在许多老一辈的人之下 但毕竟是后辈人物 该有的礼数不能缺 好气质 见到叶福天有人赞了一声 白衣白发 英俊不凡 只叶福天身上这股气质 便给人非凡之感 一看便是风流人物 如此风流人物 一看便是出自名门 不知是哪位高人培养出如此优秀的人物 又有人赞道 想要挖出叶福天的身份来 而且叶福天也确实给他们这种感觉 这般气质像是名门世家之后 从丹黄的言语态度来看 应该也是如此 诸位过誉了 叶福天微笑着回礼 也同样没有回应对方的问题 叶小友的炼丹之术炉火纯青 紫河大师敦无言 据不少人说 当时叶小友丹药一出 丹神功无人在说话 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表情如何 有人笑着道 叶小友炼之初的丹药是什么品阶 中品层次吧 毕竟我修为也是中卫皇境界 叶福天笑道 对方微笑着点头 他们可是听说 炼制出的丹药品皆虽是中品 但却是无暇到丹 只是没有亲眼看到 就在这时 不远处又有人欲空而行 直接来到了行宫外的山崖处 叶福天他们望向那边 便见来人微微拱手道 天战宫修行之人 见过丹黄前辈 天战宫 叶福天想到昨日路过之地 一座座无比辉宏大气的到战区域 旺都的顶尖势力天战宫 没想到他们也来拜访了 这等势力在旺都的地位 应该不在丹神宫之下 中卫请 丹黄望向外面开口说道 顿时一行人须空迈步 朝着这边而来 天战宫来此 有什么事吗 丹黄开口问道 以天战宫的地位 无需奉承他 我们是前来找叶黄和林秋他们 来人开口说道 叶福天和旁边的林秋等人都有些差异 找他们 丹黄看向叶福天 笑道 你们聊 叶福天开口道 中卫有何事 天战宫听闻最近周围大陆 不少修行之人都来了望都 因而想要邀请中卫一叙 此外 也邀请了望都不少势力 正好今日天战宫有几场极为精彩的道战 便可以前来相邀 请叶黄 浮龙山庄 还有太渊大陆的中卫前往一句 欣赏道战 对方开口说道 天战宫是道战之地 也时常是聚会之地 修行之人好战 而天战宫 有这种条件 适合聚会 林秋对着叶福天传音一声 随后笑着开口道 好 既然天战宫特意前来相邀 自然要前往 便劳烦诸位了 说着他看向身旁的叶福天道 一起 请 那便去走走 叶福天开口道 既然对方可以来邀请 自然要给这面子 中卫请 对方伸手道 叶福天一行人迈步走出 朝外而去 天战宫的人则是对着丹黄微微行礼道 打搅丹黄前辈了 我等告辞 丹黄微微点头 没有说什么 很快对方一行人便消失不见 看着那些消失的身影 一人开口道 天战宫的人好战 想必又是那家伙 发起的聚会 说不准不仅仅邀请了叶小友 可能也邀请了丹神公那边 不是可能 是必然 旁边一人道 他们怎么会错过热闹 而且 不仅仅是丹神公 能邀请的他们都不会错过 说话之时他们目光还望向丹黄 似乎想要从他的表情中窥探出什么来 但却见丹黄神色平静 一切如常 没有丝毫一样 似乎对叶福天的离开一点没有想法 难道 他不担心叶福天吃亏 或者说 是对叶福天实力的自信 除了炼丹术 那为炼丹妖念人物本身的实力如何他们还不清楚 但应该不会弱吧 天斩宫 此刻人山人海 极其热闹 旺都辽阔无尽 但若说旺都最为繁华热闹的之地 天斩宫说是第二 没有其他地方敢称第一 在天斩宫 每日都聚集着大量的修行之人 各境界都有 一座坐到站台无比辉弘大气 从下至上 极为壮观 叶福天他们在天斩宫修行之人的带领下 直接朝着上空阶梯方向而去 在那里已经有不少人到了 在那里等着 叶福天看到了昨日见过的一些人 单神宫的奇目 终返 他们也受邀而来 另一处方向 还有许多强者正敢来这边 其中有一行人格外的显眼 是一群仙子人物 那是来自仙女峰的修行之人 第1963章算计 这时 不远处阶梯之上有一行人站起身来 正是天斩宫的修行之人 为首之人看起来三十余岁 身上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 身形匀称 那张面孔棱角分明 此人名为杨前 天斩宫公主长子 也是天斩宫天赋宫最强的人物 被誉为下一代天斩宫公主 她修行百余年时光 如今已是尚未皇境界的强大存在 战斗力极其强横 如今天斩宫公主已经在位 让她继承公主之位铺路了 天斩宫的许多长老及人物 她都可号令 此时在杨前的身边 便是强者如云 那一个个坐在阶梯看台上的强者 都是天斩宫的厉害人物 天斩宫杨前 欢迎朱军到来 杨前对着朱人拱手笑道 妄不势力之人自然都是认得她的 但一些外来之人不认识 因而便也可以点了下自己名字 天斩宫公主长子 未来天斩宫的主人 林秋对着叶福天传音道 叶福天顿时明白 此次邀请朱人来此 想必也是她了 除这种身份的人外 其他人还没分量邀请各方强者前来一句 否则徒增尴尬 许多人都纷纷拱手回礼 杨前目光环是朱人 随后看向叶福天笑道 这位想必便是叶黄吧 之前叶黄于炼丹大会上展露锋芒 我也听人说过 因而刻意命人前往邀请叶黄前来坐坐 客气 叶福天笑着回应道 请入座吧 杨前伸手对着一处席位开口说道 叶福天等人也没客气 直接在那边坐了下来 杨前又看向另一方向到来的仙女风修行之人 道 诸位仙子都是熟人了 都请入座 仙女风的修行之人气质超然 他们在叶福天等人身旁不远处落座 其中不少人也好奇地看了叶福天这边一眼 听到杨前的话 他们自然也知道叶福天便是大闹恋丹大会之人 这件事 望都的各大顶尖势力是最先知道的 仙女风自然也都听说过了 叶福天他们一来 便有许多人关注他们 或者说关注叶福天 奄然已经成为风云人物 当然 最关注叶福天的人无疑是丹神宫的修行之人 琴木中凡还有紫河等人都坐在一旁 他们在叶福天刚来的时候便看向那边 见到叶福天坐下之后 他们才将目光移开 四显得云淡风轻 但这里的人知道 昨日炼丹大会的风波自然不可能就此结束了 一定会有后续 只是 不知道何时爆发 之后 又陆续有各方强者到来 有望都本身顶尖势力的强者 也有和叶福天他们一样来自其他大陆的修行之人 不过受邀来到这里的 都是各大陆最顶级的势力 否则 入不了天战宫的法眼 这边的人越聚越多 极为热闹 好在这片区域极为宽阔 有着许多看台位置 视野极佳 这里是观赏道战之地 一眼看去 各座道战台都能够进入视野中 叶福天目光看向下方的道战台 每一座道战台都被阵法环绕 分布于不同的区域 错落有致 甚至高度都不同 和当年九天道场有些相似 越高境界的战斗 所在的道战台越高 最下方 是圣境之下的道战 那边自成一块区域 在天战宫的下半部 上面的人 对那里的战斗都没有太大的兴致 大多数人都比较关注中间区域那一座 坐道战台的战斗 圣道之战 圣境修行之人的战斗 也是天战宫最多的战斗 来此战斗的人 有人为了名 有人为了利 无论是何原因 天战宫都是一个极佳的实练之地 淬炼自身战斗力 最上面区域 有一座独立的道战台 悬挂于天 被阵光笼罩 若隐若现 宛若透明的斑 如若没有战斗 那里就像是不存在 仿佛没有道战台在那 这座道战台 是留给人皇的 人皇修为境界之人 进行道战的人不是那么多 因而 只有一座道战台 这座道战台 也足够支撑想要参加道战的人皇了 叶福天随意扫了一眼下方各处战场 圣境和贤者之间的战斗 对他而言已经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 只是随便看看 毕竟他和身边之人的修为境界 都已经在圣境之上了 杨前 你邀请我们前来 不是说会有精彩的道战吗 怎么还没有安排好吗 这是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 说话之人是仙女风的修行女子 声音虽带着几分威严气概 但相貌却是非常美 而且 是给人一种只可观赏的美感 不敢靠近亵渎 尖子还是这般急躁 杨前笑了笑 对着身边之人吩咐了一声 顿时有人离去 不多时 只见大道光芒闪耀 那座道战台仿佛在变化 从虚幻化作实体 悬浮于虚空中 似一座巨大的战台 大道光辉流转 震发运藏空间大道气息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虚空中 从天而降 身形落在了道战台上 这人气息强横 眼眸中透着一股霸道气概 目光环是朱强者 许多人感知他的气息 赫然竟有着中卫皇境界 这一刻 下方许多人都隐隐感觉有些兴奋 能够近距离看到一场人皇的道战吗 而且还是中卫皇 而且 今天天战宫似乎邀请了许多人前来 接下来的战斗 或许不简单 只有一人吗 许多人露出一抹差异的神色 即使到战 自然会有对手 这一人站在那算是怎么回事 这杨钱 到底打着什么想法 秦和公王爷 听闻如今不少大陆之人前来 准备送往望神却失恋 我有些好奇 此次各大陆送来望都之人的修为实力如何 因而乘此机会请教下 那道战台之上的修行之人朗声开口说道 他目光扫向到来的朱强者 开口道 太冤大陆的修行之人 可有兴趣切磋一下 相互印证 叶福天听到对方的话皱了皱眉 这是冲着他们来的 这次天战宫邀请他们前来 是艳无好艳吗 林秋他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目光朝着旁边的杨钱看了一眼 却见杨钱神色如常 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般 他又注意到了丹神宫的修行之人 丹神宫中樊朝着他们看了一眼 神色淡然 很平静 仿佛在意料之中 一点没有意外 而丹神宫和秦和宫之间一直走得很近 因此 丹神宫知道一点不足为奇 甚至 可能这件事本身就有他们的身影在里面 从炼丹大会 到到战台论战 这是想要在这里挽回颜面不成 至于天战宫扮演着什么角色 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天战宫和丹神宫倒没有那么要好 天战宫好战 是道战势力 他们尊重丹神宫的修行之人 但却也只是尊重 不会听丹神宫的指令 除非 这件事他们也想要做 天战宫 想要见到一场精彩的战斗 而如今各大陆的修行之人到来 再加上炼丹大会上的摩擦 正好给了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进行一场强大的仁皇级倒战 甲方传来阵阵热烈的大吼声 似乎都极为期待 仁皇道战本就不是那么多 不像是贤者以及圣道之战 一直都不会缺少 仁皇境界的人 即便切磋战斗 也多不喜他人看着 如今便有这样的机会 而且 出战的人还是顶尖是立秦和宫的修行之人 而他们想要邀战的人 赫然便是在炼丹大会上捣乱的太渊大陆修行者 矛头直指那位强大的炼丹大师级人物 叶流年 你若是不想理会 直接离开便是 天战宫也不敢如何 他们没资格直接干涉你是否接受到战 林秋对着叶福天传音说道 无论天战宫出于什么目的 邀请他们来 结果却是想要看他们的到战 便是算计了他们 自然心中不爽 第1964章强势 叶福天自然不会接受到战 原因无他 秦和宫一位中卫皇 和他到战 怎么战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物 凄净尚未皇 勉强才有资格邀请他到战吧 他的目光落在到战台上 神色淡然 仿佛一切与他无关 对方邀请太渊大陆修行之人到战 实际上自然是冲着他来的 然而 他根本不是太渊大陆的修行者 旁边坐在那的不少人目光落在叶福天身上 想要看他的反应 但很快他们失望了 叶福天就那么坐在那 一点应战的想法都没有 倒是他身边一些人黄眉头紧皱着 神色不悦 他们自然也意识到天战宫邀请他们来 醉翁之意不再久 如今 秦和宫的人直接挑衅 战还是不战 不仅是这边的人 天战宫浩瀚区域 下方无数修行之人进阶抬头看向这边 想要见证一场人黄层次的到战 如今便看到太渊大陆的修行之人给不给机会了 秦和宫修行之人善战 这王爷 正道中为皇境界已有不少年岁月 大道神伦强横 战力超凡 在这望都同级别的人物中 战斗力算是非常强的存在 这还是第一次来我天战宫参加道战 一定会非常精彩 杨前微笑着开口说道 他没有去怂恿太渊大陆的人身战 而像是自顾自的说着 这种局面下 太渊大陆的人若想要离开 他也不会说什么 昨日炼丹大会 叶皇展露出超强的炼丹之能 以中为皇境界炼出非凡道丹 我看本身的实力想必也非比寻常 不知能否有机会见识一下 这时 又有人开口说道 这一次说话之人是炼丹大师子和 昨日叶福天炼制出丹药之后 他便知道要论炼丹实力 他也要稍训一筹 无法和叶福天抗衡 他猜测 叶福天的实力也绝对不会弱 甚至会非常强 叶福天回过头看向紫禾 笑着开口道 怎么 紫禾大师想要和我道战 紫禾一愣 他境界比叶福天高不少 自然不会亲自上 而且他的话应该非常明白吧 王爷的境界和叶皇相当 旁边的奇目看向道战台开口说道 叶福天顺着他目光望去 见王爷的目光也看向他 那双眼眸之中蕴藏一旅战役 显然 想要和他交锋 紫禾大师境界也比我高 炼制出的丹药便一定能胜过我吗 叶福天扫向那边开口道 要到战的话 他还不配 叶福天淡漠的语气中充满了冷傲之意 既然对方这么想要挑衅他 那么 他自然也不客气 丝毫没有给对方面子 在昨日炼丹大会那里 秦和宫的修行之人便上蹿下跳 如今 想要找他道战 就这么直接出场一个人便够了 中围的人自然也听出了叶福天语气中的冷傲之意 看来果然很有自信 王爷在秦和宫绝对算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了 然而叶福天却称对方不配和他道战 而且 他一言将紫禾和王爷都一并蔑视了 到战台上 王爷目光明是叶福天 一股无形的大道威压隔空压迫而来 仿佛想要逼迫叶福天出手 叶福天皱了皱眉 目光扫了对方一眼 这一刹拿他的眼眸四遍了 王爷只感觉自己看到的不是一双眼睛 而是一轮圆月 此时的王爷只感觉浑身冰凉刺骨 那股冷意似要动杀神魂 周围诸人露出一抹一色 他们感知到两人的眼神中间出现了一股无形的大道气息 这大道气息似乎是冰霜之一 给人极其阴冷的感觉 这事已经交手了 痴痴 虚空中次出现了一缕缕寒霜 人群发现到战台上的王爷身上也出现了寒霜 他的头发变白 被白霜覆盖 身体轻微地颤抖着 似乎非常的冷 这一刻的王爷 人黄境界的他竟然感觉到了极致的寒冷 他想要从那种感觉挣脱出来 但却已经沦陷 那一道眼神便让他沦陷 许多人震撼地看向坐在那的叶福天 只见他动动未动 只是淡淡地隔空望向王爷 依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你要找我到站 就在这时 叶福天口中吐出一道声音 这一抹声音似蕴藏音波之力 给人厚重霸道之感 似蕴藏佛门力量 震慑人心 声音落下的那一刻 无数道声音在王爷的脑海中回荡 他只感觉神魂都要炸裂般 哭 一声轮哼 王爷竟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似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震飞 脚步连续后退 脸色苍白 这一刻 那股威压消散 他从那种感觉中挣脱出来 抬头看向依旧坐在那的叶福天 只见那白发青年神色如常 仿佛根本不曾出手过班 还要到站吗 叶福天继续开口问道 声音依旧云淡风轻 王爷面如死灰 只见他站直身体 对着叶福天微微行礼 躬身道 领教了 说吧 他直接转身离去 没有颜面继续留下 短暂的碰撞 叶福天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仁皇静 很强吗 秦和宫仁皇 战力超凡 他自己都自命不凡 然而在刚才 他才感觉到了自己有多么弱小 一道眼神 一声赤鹤 皆都无法承受 道战 他也配 拿什么道战 王爷就这么转身走了 下了道战台离开 留下一群恶然的人群 然而就在这时 道战台下空发出震天的惊呼声 以及无数嘈杂议论声 虽然没有见到道战 但他们仿佛经历比道战 更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一道眼神 将一位同境界的人皇给震退离开了 而且 从王爷的态度来看 他甘拜下风 根本没有战斗的念头 拜得心服口服 这只能说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差距太大 这边看台上坐着的人 也都被叶福天的强势给震撼到了 秦河宫的修行之人 皆都感觉面上无光 班神宫的修行之人也都无言 他们怂恿叶福天道战 但王爷却承受不起一道眼神 实力不匹配 拿什么道战 虽然他们猜测到叶福天的实力可能很强 但依旧没有想到会如此强横 就凭当才他出手 恐怕人皇武进的强者 也难胜过他 难怪他直接挑衅紫和大师了 如若想要看我道战的话 还是和心之人亲自下场吧 譬如 天战宫的少公主 叶某或许可以考虑下 这时 叶福天淡淡开口说道 使得周围的人内心微精 好狂妄的言语 天战宫的少公主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已经是凄近尚伟皇 而且本身的战斗力超强 尚伟皇以下境界之人 谁能够是他的对手 不过从叶福天的语气中能够听出他的不满 这次天战宫邀请他们前来 但实际上却是想要看他们到战 叶福天自然有意见 因而才会说出这话 发现心中的不爽 天战宫的少公主杨浅也没有在意叶福天的不满 他爽朗一笑 开口说道 今日知事的确要向叶皇告罪 这次邀请诸位前来 是我目的不纯 想要看看来自各方大陆之人的实力 我生性如此 喜好到战 若有得罪之处 叶皇包涵 许多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杨浅竟然向叶福天道歉 这 看来叶福天之前的出手 也赢得了杨浅的尊重 昨日错过了炼丹大会盛况颇为遗憾 没想到今日却见到如此一幕 我对叶皇是越发好奇了 炼丹战力都如此超凡 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次丹皇带叶皇来望都 是冲着祭皇去的吧 杨浅微笑着问道 这次来的不少人 实则都是为了望神阙而来 但是 却也没有多少人敢说自己是冲着祭皇去了 毕竟即便能够入望神阙修行 也不一定能够见到祭皇 但刚才那一瞬间的交锋让杨浅意识到 丹皇带着叶福天来望都 便是冲着祭皇而来 第1965章神秘来人 叶福天随意一笑 也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道 随意来走走 见识一下望都风景 道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这次 主要还是听蓬莱仙子的安排 随他来的望都 而且 他也没有打算去望神阙修行 听蓬莱仙子的意思 引见他认识一下祭皇 如今的他算是东莱上仙的半个弟子 望神阙的主人 东霄大陆第一人祭皇 当年曾和东来上仙是好友 叶皇实力超凡 炼丹术也是如此的惊人 能否请教下 叶皇和丹皇是何关系 只听一道声音传来 叶福天目光望向说话之人 竟是仙女风的仙子人物 这仙子相貌气质皆都极为出众 乃是仙女风的神女 仙女风神女一皇 林秋对叶福天传音介绍道 一皇的问题也是其他人都想要知道的 这叶福天恋丹术如此超凡 却自称并非是丹皇弟子 那么他究竟是何身份 此时到此刻依旧是个谜 零有人知晓 但即便他并非是丹皇弟子 此次随同丹皇一到前来 也必然和丹皇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吧 以后仙子自会知晓 叶福天笑着回应 并未回答对方 彭来仙子既然嘱咐暂时不要透露身份 自然有他的理由 而且丹皇也叮嘱过了从太渊大陆同行而来的人 暂时让他们不要对外说 只有他们知道 叶福天并非是丹皇弟子 而是师弟 东来上仙传人 若是这些人知道叶福天曾为东华域第一练丹宗师的传人 想必会是另一种态度吧 必会引起不小的风波 毕竟东来上仙除了女儿之外 当年并没有一波传人 他陨落之后 东仙岛便隐匿不出 渐渐不为人所知了 这么多年过去 东仙岛已经渐渐不被东华域的顶尖势力所关注了 叶皇不能提前透露一点 叶皇微笑着问道 倒是让人不忍拒绝 坐在那的杨浅也附和道 我对于此实则也同样非常好奇 既然以后自会知晓 叶皇何不提前透露一点 或者给一些暗示也行 叶皇算是我的一位长辈 但并非是师孙 叶福天笑着回应道 依旧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 不过 却也算是给了提示 让他们去猜 但东来上仙陨落多年 叶皇也只是东来上仙 因为指教过的修行之人而已 诸人很难联想到那上面去 毕竟如今已经不会有人往东来上仙那方面去想了 诸人都在思索 但却没有一丝头绪 看来 只能等了 我是想不到 诸位可有人想到 杨浅对着诸人开口说道 人群都纷纷摇头 超强的炼丹水准 强大的战斗力 丹皇的晚辈 他们想不出有这样一位修行之人 看来 没有人能猜到了 杨浅见诸人的反应摇头笑道 罢了 那么只好等着了 不知道届时是否会有什么惊喜 人群也都没有再去多想叶福天的身份 既然对方不肯说 他们也猜不到 只能不去想了 浪费时间 我也想问诸位一个问题 这时 一处位置有人开口道 诸人目光望向那说话之人 一位中年人皇 自带几分威严气息 这人并非是望都的修行之人 而是和叶福天他们一样 来自其他大陆 这次主要也是为了望神居而来 请问 杨浅道 人是他邀请而来 自然知道对方是谁 这人也是一位极其厉害的人皇存在 来自这片区域板块的太华大陆 乃是太华大陆第一世家华氏家族的人皇 名为华天林 据他所知 华天林在太华大陆有着极大的名气 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从年轻之时便一直被誉为是太华大陆第一妖念人物 此行华天林来到东霄大陆望都 只有一个目标 见到东霄大陆第一人季皇 当年向季皇请教下修行之道 他虽是太华大陆第一世家弟子 但还没有受到过巨头级人物指点 这次来便是想要这样一个机会 而且 以他的实力 必然会得到这一机会 此次个方大陆之人来到望都 有几人能够有机会见到季皇 华天林开口问道 他对于叶福天并没有那么好奇 神舟之大厉害的人物太多 强大的修行之人也不计其数 他关注不了那么多 他只关注于自己想要追求之物 这问题怕是无人能够回答你 阳前开口道 即便在望都 在座的诸人也没有几人见过季皇数次 季皇神龙献首不见尾 我们想要接触也一样做不到 无论是天战宫还是单神宫或者其他事例都一样 你要问有几人能够见到季皇 只有季皇自己知道了 华天林点头 道也没有多问 不过 诸位在此 可以提前相互了解下 阳前继续笑道 这次来此地的人 都是各方风云人物 不少都是为了望神鹊而来 若有兴趣 可以上到站台相互了解一番 这般切磋印证 我没什么兴趣 告辞了 华天林开口说了声 似乎对于道站不屑一顾 说吧 他竟是真的站起身来 使得许多人露出一抹差异之色 这华天林 是真打算就这么走了 秋行道 他们这样的境界 都有自己的性格 我也有事 便不在此停留了 有机会再见 叶福天也同样道辞一声 准备离开 这次对方邀请 他闲来无事便也来走走 凑凑热闹 却没想到对方算计于他 想要让他参加道站 虽说扬钱道歉了 但他却依旧不喜这种氛围 也对参加道站没什么兴致 便准备离开 这倒是让杨潜略有些尴尬 看来 他的想法要落空了 这些人 竟然没有一丝碰撞的念头 不过就在叶福天准备离开之时 他目光却突然间望向远处方向 在那里 隐隐有一股恐怖的气息传来 不仅是他 其他人也都意识到了 纷纷望向那边 很快 远处的虚空之上 风云变色 一股滔天大道威压弥漫而至 笼罩着整座天战宫 不仅仅是他们 很快天战宫的人都感知到了 那股恐怖大道威压 纷纷抬头看向远处上空之地 嗯 阳前皱了皱眉 这时 身后方向 天战宫的一座座宫殿中 陆续有强者走出 强大的神念扫荡 朝着远处弥漫而去 显然他们都感知到了 很快 远处上空之地 一道道神光从天而降 下一刻 便见一行浩荡强者伴随 神光降临而下 直接出现在了天战宫的 上空之地 这些人气息极为强横 每一人都是人皇修为境界 其中 甚至有一些人气息极为恐怖 身上隐隐释放出人皇顶尖级的气息 上位皇都有不少 这样的阵容何其可怕 哪怕是妄都之中 也没有一个多少势力 能够拿出如此豪华的阵容来 而且 这些人显然不是妄都的势力 天战宫下方的道站这一刻都停了下来 无数道目光抬头看向虚空中降临的那一行强者 这些人是谁 不知诸位来我天战宫有何指教 此时 天战宫少公主杨前站起身来 抬头望向虚空中开口是叹性的问道 此刻他还没有能够猜测出对方的来历 这样的阵容 东华狱也没几个 第1966章北帝古皇族 那一行浩荡强者站在虚空之上 目光扫向下方天战宫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这里便是东霄大陆望都道站之地了 中围之人点头 扫向下方 这使得下空之人皆都露出一抹一色 听着话 这些人并非是东霄大陆的修行之人 而是来自其他大陆 那么应该是同级别的大陆 叶福天他们仔细观察 发现这些人并非是呈现一个整体 也同样是划分为小阵营 他们立即意识到 对方并非是来自同一个势力 可能是多个势力的强者 这意味着 这些人可能是来自东华狱七大陆中的另外六路之一 只有和东霄大陆同级别的大陆 才能够有如此强横的阵容 除了七大陆已经纳少数几个地方之外 其他非主大陆的修行之人 可不敢以这样的姿态降临 这里便是天战宫 望都道战之地 诸位不是望都之人 阳前开口道 诸强者目光扫向下方 又有人开口道 我们从北地而来 北地 不少强者瞳孔收缩 东华狱的版图 七大陆中的北地特指北境的大陆板块 而那里 有一块七大陆之一的主大陆 东华狱七块大陆 东华大陆居中 是东华狱狱祖府所在之地 也是神舟十八域东华狱的绝对核心 其他六块主大陆环绕东华大陆 中间又有无数大陆板块 分散于六块主大陆的周围区域 承重新捧月之势 东霄大陆在东面区域 而正北方的区域北地 是指以燕云大陆为核心大陆板块 那么 这些人既然是从北地而来 必然是来自燕云大陆了 燕云大陆的强者降临他们东华大陆的旺都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很有可能燕云大陆的领军人物也到了 只不过不知道是否在人群之中 北地 叶福天心中低语 脑海中在搜索一些记忆 因为东来上仙的一些记忆 他对神舟的许多事情都知道一些 不过记忆是散乱的 因此比较模糊 唯独修行上的记忆 东来上仙刻意烙印在那一抹意志当中 保存完好 因此叶福天能够继承东来上仙的修行传承 但对于外界的事情知道一些 却又不那么清楚 北地这地方 似乎印象有些深刻啊 东来上仙的大敌 便是在北地 林秋神色也变得凝重了几分 他侧身看向身旁的叶福天 似乎预言又止 他已经猜测出了叶福天的身份 而这些人 很可能和叶福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对北的了解吗 叶福天对着旁边的林秋传音问道 他发现林秋看着他想要说什么 林秋应该是知道了一些事情 北地的大陆板块 以燕云大陆为中心 燕云大陆便相当于我们东霄大陆 不同的是 燕云大陆的统治及势力影响力更可怕 曾经有两个统治大陆板块的超级势力 都是古皇族 燕氏和云氏 后来云氏在历史长河中消散覆灭 唯独大燕古皇族一直传承至今 有着无数年的历史岁月 其历史之悠久远非望神却能够相比 林秋传音对着叶福天介绍道 大燕古皇族传承多年 比喻深不可测 实力超强 在整个东华域都有着极强大的影响力 他们形势也极为强势霸道 当年东来上先便是和大燕古皇城爆发了矛盾 双方都极为强势骄傲 以至于矛盾不可化解 继而爆发大战 直接导致了东来上先的陨落 一代传奇恋丹师身死倒消 东仙岛也从此不问外事 避于岛内 叶福天点头 明白了过来 大燕古皇族 东仙岛的大敌 也是他潜在的威胁 难怪听到北地他感觉有些熟悉了 原来是大燕古皇族坐镇之地 这么说来 大燕古皇族的强者 有可能也到了降临旺都 他目光明是虚空中那群浩荡身影 不过却并没有发现绝对的核心人物 大燕古皇族的强者应该没有亲自来 毕竟身份不等同 大燕古皇族的强者是和旺神却同级别的 要对话也是直接和旺神却对话 没必要来旺都的顶尖势力耀武扬威 不符合古皇族的身份 这就好比当时在东仙岛历练之时 将是古皇族的强者将九明独来独网 根本不和其他势力相交流 因为不是一个层次的人物 那么眼前到来的这一行强者 应该是追随大燕古皇族同行而来的 燕云大陆各大势力的修行之人 杨浅等人听到北地而来自然也意识到了 大燕古皇族的强者可能已经到了 他们这事冲着望神却而来 诸强者的眼神都变得凝重了几分 而天战宫下方的修行之人也紧接停止了战斗 所有人都抬头望向上空浩荡强者 浩瀚威严的天战宫此刻变得格外的安静 北地是力将临东霄大陆望都 他们当然意识到了不寻常 可能要发生一些事情了 是人都知道 当年望神却的季皇曾经和北地的古皇族发生过冲突 双方一直不怎么和睦 对方此行前来恐怕是来者不善 北地的诸位修行之人前来我天战宫 不知有何指教 只听一道声音传出 这声音来自天战宫内部 浩荡威严 气势非凡 话音落下之时 便见到天战宫内一行强者脉步走出 为首一人龙虎精神 充满了无边霸道威严之感 宛若一尊战神般 这中年赫然乃是天战宫公主 杨氏的战神即存在 杨剑 我等从北地而来 听闻天战宫乃是道战之地 因而前来看看 旺都修行之人的道战水准 诸位可以继续 去空中的一道声音朗声开口说道 他们依旧似带着高高在上的态度 令人极不舒服 而且 这种情况下 天战宫怎么可能如什么事情 都没有一样爆发道战 既然来了 不如便也一起参与吧 只是看的话有何意思 杨剑声音淡然 直接回应说道 对方的态度让他非常不舒服 即便是从北地雁云大陆而来 但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东霄大陆望都 即便是强龙到了 也要趴着 而且 这些人明显是挑衅而来 身为天战宫的公主 杨剑是何等霸道铁血的人物 岂容对方这般傲然放肆 听到天战宫公主杨剑的话 顿时一道道目光落在他身上 浩荡大道威压及其霸道强烈 然而杨剑已是人黄顶尖存在 任由大道威压降临在身 神色淡然 甚至从他身上同样有一股无形的大道气息息卷而出 使得这片空间出现极强的战役 天战宫浩瀚之地 所有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股战役之强 北地之人 来者不善 正有此意 其中一位老者开口淡淡地回应一声 同样是酒精的强大存在 杨剑看到这种级别的人物便明白 燕云大陆的大燕谷皇族强者必然已经到了 而且就在望兜之中 可能正看着这边的一切 唯有大燕谷皇族强者站在背后 这些人不会来望都挑衅 而且若不是大燕谷皇族的强者 也带不动这种级别的人物远道而来 这场风波 看来不是针对他们的 而是冲着望神区而去 讲到此他的神念扫荡而出 朝着遥远的地方而搜索 不断扩大范围 以天战宫为中心 望都无尽区域云云众生都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仿佛能够一眼看到般 在茫茫无尽的人群之中 杨剑很快发现了一座酒楼 在酒楼之中 有一行气度超凡的人物独自坐在这边 没有其他人 仿佛被他们清场了 为首之人看起来颇为年轻 但身边都是尚未皇境界的存在 放肆 一位老者直接抬头扫向外面 那青年也皱了皱眉 目光朝远处望去 仿佛穿透虚空 射向天战宫的方向 他眼神中没有怒意 显得很平静 天战宫的顶尖人物 还是有些水平的 这么快便找到了他们 第1967章来者不善 杨剑神念收回 心如明镜 果然如同他所预料的一样 大燕谷皇族的强者已经到了 就在网兜之中 而且 对方似乎丝毫没有在意这边的情况 安静的在酒楼饮酒 仿佛对于这里的一切漠不关心 或许 这些人的行动 大燕谷皇族的强者 根本没有太放在心上吧 对于大燕谷皇族而言 能够让他们放在心上的 大概也只能是望神阙 不知道大燕谷皇族前来 此次是为了什么 神念收回之后 杨剑没有再去想大燕谷皇族 这不是他能够担心的事情 不在一个层次的势力 他还没有插手的资本 如今他需要面对的 是来自北地的朱强者 这些北地强者 应该都是追随大燕谷皇族而来 至于来到天战宫 是他们自己所为 还是大燕谷皇族之命令 便不得而知了 杨剑到来之后 天战宫的其他强者 便都格外的安静 没有人说话 毕竟杨剑是天战宫的公主 长辈人物 他既然到了 自然由他做主 注目的空间 带着强烈的压抑气息 剑拔弩张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场大战 杨剑看向虚空中的朱强者开口道 既然诸位也有此意 那么请吧 正好我天战宫为道战之地 天战宫的代客之地便是这道战台 诸位从北地远道而来 我天战宫便在这道战台上 为诸位接风洗尘 若是不知道的人听到杨剑的话 还以为是朋友来往呢 与天战宫的道战台接风洗尘 自然是以战斗的方式接风 上空之地 浩荡未压依旧 之前说话的老者在这北地 朱强者当中比较得高望重 他对着身边朱强者开口道 既然天战宫盛情相邀 诸位有谁想要感受下天战宫的热情 便直接下去吧 正如杨剑等人所猜测的那样 这些北地的强者阵容强大 他们的确并非是来自同一个势力 而是北地多个不同势力 随大燕谷皇族而来 降临望都 之所以来这里便是因为天战宫是道战之地 在这里能够最清楚的看到望都修行之人的大致实力如何 虽然无法知道具体的修行之人实力 但整体可以窥探一二 距空之上 一道身影迈步走出 身体朝前 降临天战宫之上 此人身形魁梧霸道 眼如铜铃 黑色长发披在肩头 身上披着一袭金色长袍 给人狂放霸道之感 他身上弥漫而出的气势极为强横 修为人皇武进 给人强大的压迫感 北地诸修行之人看到这人皇出场顿时露出放心的神色 此人乃是北地一座大陆的统治皇族强者 这皇族当年打下那片大陆不知踩着多少尸骨 明镇一时 横扫周围诸多大陆 皇族影响力横跨多个大陆 哪怕是在北地主大陆 燕云大陆都有着极大的名声 这人便是皇族核心强者 善战 战斗力堪称恐怖 只要天战宫拿不出太强的人物 必遭碾压 诸位有谁愿意去欢迎下远道而来的客人 天战宫公主杨剑开口说道 他话音落下 便建议尊同近人皇踏步走出 一步直接横跨虚空 降临到站台上 抬头看向上空的身影道 请指教 两人都没有自曝姓名 仿佛那无关紧要 无论北地强者来此出于何种目的 但绝对是来者不善 没必要太客套 而且对方降临的方式 也可以说是极其霸道了 正位走出的人皇乃是天战宫修行之人 对方以如此强势的姿态降临天战宫 他自然也无需和对方客气什么 只见绚丽的阵光闪耀出现 那座人皇到站台悬浮于空 法阵之光直冲云霄 使得那人皇到站台自成一方空间 叶福天看了一眼这座到站台的法阵 自成空间不会影响到外面 然而在里面却又有足够的空间 倒是非常神奇 看来是天战宫专为人皇级的到站而准备 砰 只听一道轰鸣巨响声传出 到站台弥漫出强烈的空间波动 诸强者能够清晰的听到声音 只见那位北地皇族强者虚空踏步 虚空中无数大道流光垂落而下 天战宫的强者抬手便是一拳轰了出去 随后人群隐隐看到一个巨大的金色大脚印直接降下 和对方的拳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可怕的大道光芒 这时候轰轰轰的剧烈轰鸣声陆续传出 对方一步步踩踏虚空往下 每一步踏出都生出恐怖大脚印 但随无比强横的镇压大道之力 四要直接踏碎那片天 这种道法攻击倒是有些像神像踏天树 人群看向到战台内 踏出的每一步都会化作巨大的脚印 金色大脚印遮天蔽日 镇压续空 大道绝伦 天战宫的人皇连续攻击阻挡 身躯之上出现大道神轮 那是一尊金色神鹰 双翼张开之时遮天蔽日 撕裂空间 劈开大道之路朝着对方冲击而去 北地皇族强者淡淡地扫了一眼下空之地的神鹰 无穷无尽的大脚印垂落而下 这一刻他仿佛身披金色铠甲 纹身绽放金灿灿的神灰 眼眸之中带着霸道和不屑之意 天战宫人皇眼神极其锋利 他身体周围出现可怕的飓风 张开的神鹰双翼一路往上斩去 到战台上出现了无数道撕裂空间的金色神光 视如破竹 眼看便要将上空之地的一切都撕裂粉碎 然而那些从北地而来的人皇神色淡然 非常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这北地皇族之人有多强 他们中不少人是领教过的 远不止这种程度 翁绚丽至极的神灰淹没了虚空 那北地人皇身影仿佛消失不见 苍穹之上出现了一尊巍峨巨大的战神虚影 北地人皇的面孔出现 从天穹往下 一根无边巨大的通天石柱出现 就像是一道打穿大道的神光 一路往下 那并非是一根石柱 而是一只脚 但它的速度却如闪电 以至于虚空中出现了一道破天神光 踩踏而下 大道直接湮灭粉碎 那些锋利至极的神音之羽逆势斩上 却直接在那道光柱下破碎 湮灭的神光绽放而出 刺人眼眸 空 那道绚丽至极的光束直接破碎了大道 打穿了虚空 击中了天战宫人皇身体 一声巨响那位强大的天战宫人皇大道神轮出现裂痕 神音躯体仿佛要破碎 他本尊闷哼一声 一道光直接洞穿身躯 身体直接跪倒在地 大道受损 直接遭到重创 天战宫浩瀚之地 无数人都目睹着这一幕 无比的安静 好狠 一位强大的人皇 被直接踩下 重伤 这一击 对那位天战宫人皇伤害极大 但也可以看到对方的强大 这位从北地而来的修行之人 以绝对霸道的姿态镇压重伤了天战宫的人皇 到战台法阵运转 有人上去将那位天战宫的人皇带了下来 天战宫公主杨健看到这一幕脸上也带了几分冷漠之意 抬头扫向到战台上空的那位人皇 冷声开口道 诸位从北地远道而来 何必下手如此狠毒 那人皇听到杨健的话不以为意 他开口道 我听闻天战宫的道战台向来如此残酷 时常有死伤 是真正的道战 怎么到了我身上 确实狠毒 莫非 是我得到的消息有误 北地诸人皇站在高空之上 平静地看向下空之地 仿佛对于此丝毫不意外 叶福天抬头看了一眼上空诸人皇 他有些看不懂了 北地强者来到望都 怎么说也只是外来强龙 为何要如此霸道狠辣 这是要挑起北地和东华狱的纷争不成 对方这般施压 究竟是为何 冲着望神阙而去吗 看来这次可不仅仅是来者不善了 北地之人听从大雁谷皇族号令 这些强者如此霸道行事 背后必有人撑腰 只能是大雁谷皇族了 说明大雁谷皇族很可能已经受益了 那么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怕是不简单 林秋对着叶福天低声说道 叶福天点头 下手这么狠 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切磋大道了 而是下马威 至于是给谁的下马威 便耐人寻味了 或者说是给整个望都下马威 今日的天战宫 实则是聚集了不少望都 甚至是东霄大陆的强者 对方这么做 背后不简单 这一战 诸人的情绪也都被挑动 他们都极为不悦 这一刻无论他们内部如何 但北的来人如此狂妄 便是蔑视他们了 第1968章不北面子 北地皇族强者依旧还在到站台上 并未离去 他目光扫向天战攻上诸人皇 身躯之上今生环绕 那双眼睛忠败着皇族威严 他本为统治一块大陆的皇族人皇 望都为东霄大陆都城 因望神阙而闻名东霄 成为东霄大陆第一城 这天战攻乃望都道战之地 规矩望都善战者 战力不该仅此吧 那北地人皇开口说道 声音之中自带威严 冷淡的声音之中透着对望都人皇的轻视 他虽飞燕云大陆核心之地的强者 但称霸一方 战力极强 纵是在北地前来的诸强者当中 同境界里面也算是战力排名顶尖的存在 因而天战功的人皇遭到了强势碾压 甚至被重创 但随着对方的话音落下 威严肃目的天战功此刻带着几分压抑气息 那座耸立于天的古老大殿前 诸多个方强者望向那强势的北地人皇 一时艰险的有些沉默 如此到战 他们自然不可能派出境界比对方强的对手 但在同境界的这一层次人物中 还真没几人敢说能胜过对方 这北地人皇之前甚至没有真正爆发战力 毕竟上一场到战差距不小 无法逼迫对方全力以赴 你还要继续战吗 天战功公主扫向对方开口问道 北地人皇看向他点头道 当然 有哪位能够让北地之客重新审视下我望东修行者 杨剑目光环是人群开口问道 对方已经展露出了实力 继续在战的话 他们实则是也是有优势的 看到了对方出手 自然能够更好的衡量 当然 前提是要有足够强的同级别人皇人物 我推选一人 这时 有人开口说道 顿时一道道目光望向说话之人 许多人目光都亮了几分 是单神宫奇目 单神宫本身便极为强大 又认识各方修行之人 奇目身为单神宫继承人 他的眼光必然没有问题 他推荐的强者 自然会非常强 请讲 杨剑开口说道 只见其目目光环环转过 最终却落在了叶福天的身上 他含笑开口道 之前有人皇问道叶皇 然而叶皇并未出战 一眼将对方击败 实力之强恐是深不可测 虽境界只是四境 但却称要少公主才有资格出手问道论战 叶皇如此说 战力之强无庸置疑 若是叶皇愿意出手 并能给北地客人留下惊喜 叶福天身边的林秋等人皱了皱眉 这奇目自己不出手 却是推荐叶福天 道师会算计 无论叶福天胜与败 对他而言都没有坏处 至少能够看到叶福天的实力如何 没错 我也认为叶皇合适 秦和宫的强者也开口说道 他们倒是想要看看 叶福天的实力 能否和这位强势的北地人皇一战 一时间 诸强者的目光进阶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包括天战宫浩浩荡荡的强者 他们之前都见识过叶福天的强大 虽然只一眼 但却击伤了同级别的人皇 他出战的话 的确有胜算 抱歉 我不是妄都修行之人 叶福天目光扫了一眼奇目 身为东来上仙传人 而且收了东仙岛不少好处 他对于东来上仙的仇敌 大燕古皇族自然没什么好感 对方是随大燕古皇族而来的北地人皇 强势而来 出手冷漠无情 他也有些看不惯 然而 这却并不代表他会顺了奇目之意 奇目的话 让他更不爽 这奇目自己不出手 也不让单神宫的人出手 却怂恿他 而且当众开口 有裹挟之意 逼他出战 这种情况下 被大使裹挟 站在东霄大陆朱势力当中 似乎的确没什么选择 否则便要得罪不少人 只可惜 叶福天偏偏是那位不在乎的人 他不需要取悦任何人 也不需要让望都朱强者 对他有什么好感 他来此 只是受邀来走走 哪怕是天战宫 也算计了他 许多人听到叶福天的东露出一抹一色 叶福天一言 不是将自己从诸人中分离出去吗 叶皇这是何意 即便不是望都之人 也是从太渊大陆而来 和东霄大陆一体 奇目也不在意 笑着开口道 他在想 这叶福天究竟是什么人 竟说出如此话语 显得有些不智 我随单皇而来 却也并非是太渊大陆之人 叶福天又开口道 仿佛极力将自己撇清来 使得许多人的眼神都有些怪异 也有不少人 皇略微不满 即便不想参战 也无需如此吧 既然不认同东霄大陆 又何必来望都 坐在这里 秦和宫的强者冷漠 我开口道 叶皇随单皇而来 需要你同意 何时秦和宫 管得这么宽了 至于坐在这里 我和叶皇一同受邀而来 若是不欢迎的话 我们可以离开 旁边的林秋有些不悦地开口道 但是单神宫以及秦和宫 你们如此大意凛然 自己不出手 一直怂恿他人出手是何意 单神宫昨日还自封东华玉 第一恋单圣地 这时候怎么不自己站出来 难道单神宫和秦和宫不是望都势力 还是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人皇 他语气云淡风轻 但却极具讽刺之意 使得单神宫以及秦和宫的人都极为不悦 够了 天战公羊剑开口说了声 诸人这才都晋升 也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吵有些不妥 去空中的北地强者目光扫向他们 露出讽刺的冷笑之意 望都没人吗 竟因为避战而发生内讧 不少人冷淡地扫了叶福天一眼 似乎将这场冲突归咎于叶福天 许多人都有些不满 既然不愿出战 何必留在这里 有人低声说道 叶福天扫了说话之人一眼 不在意地笑了笑 站起身来看向杨剑道 打脚了 说着 他便直接迈不离开 一戏白衣 似带着几分孤傲之意 使得许多人都露出诧异之色 竟是真走了 无趣 前辈告辞 林秋他们也站起身来告退 此次前来 他心情也不是很好 一直被人胁迫着道战 他自然能够理解叶福天的心情 更何况他知道叶福天的身份 东仙岛来人 有可能是东来上仙的传承继承者 无论是恋丹还是实力皆都超凡 这种人性格怎么可能不骄傲 哪能受这样的委屈 被一直逼迫着道战 北地强者前来挑衅 叶福天想要战的话 自然会自己站出来 而不是这样的方式 若是这些人知道叶福天的真实身份 是东仙岛传人 不知会做何感想 此时 天战功的强者看着叶福天 他们离去的身影都极为不悦 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竟然说走就走 甩脸色吗 福龙山脉的人果然也和那几位庄主一样 性情孤僻 难以结交 为了避战 竟是如此 可笑 有人出言低声嘲讽 不过其他人也都没有回应 而是望向虚空中的诸强者 此刻还不是讨论叶福天的时候 即便心中不满 暂时也只能压着了 叶福天一行人欲空而行 直接朝着客栈的方向返回 你怎么也跟着一起 叶福天看向追上来的林秋问道 既是同来 自然同去 林秋道 不怕被孤立 叶福天笑问道 福龙山脉本就一直独来独往 求道本就是孤独修行 何时需要结伴了 林秋不在意的道 道是你 初来望都 这便直接将望都许多势力都得罪了 我说了 我本非望都之人 何须在意这些 叶福天不在意的道 林秋笑了笑 又问道 这次北地之人来者不善 怕是天战宫那边要吃亏了 虽然你没有出手 但我还是好奇 若你出手 会如何 说着 他目光一直看着叶福天 显然 林秋对于叶福天的实力 也产生了好奇心 叶福天看了旁边的林秋一眼 随后目光看向前方 随意的道 他还不配与我道战 林秋的身体停顿了下 眼睛眨了眨 看着前方的叶福天 神色略微有些古怪 那为人皇室武进 而且战力极强 叶福天称 不配和他道战 这是何等自信 而且 有之前发生之事 他是相信叶福天的 他既然这么说 必然不会有问题 那么 叶福天不愿出手的原因 也是因为对方根本不配 这 有意思了 林秋笑着往前而行 这些人是冲着望神去而来 叶福天的身份 他知道必然也是为了望神阙 后面迟早还是会相遇的 还有望都诸强者 他有些期待了 第1969章 一博云天 叶福天 北地人皇强势降临望都 于天战宫道战台上问道望都人皇 连续爆发了多场人皇级的道战 望都势力胜少败多 甚至可以说遭到了强势碾压 不少人皇遭受重创 此消息传出 望都震动 各方势力都蠢蠢欲动 仿佛都感觉到了一场将会来临的风波 这次天战宫会聚的可不仅仅是他们本身势力的人皇 还邀请了各方势力的人皇前往 其中除了望东一些顶尖势力之外 还有东霄大陆周围大陆的顶尖势力 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但即便如此 依旧遭到了镇压 可想而知这次从北地而来的是什么样的阵容 毅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被刻意挑选出来的北地最强的那批人 降临望都才会有如此战斗力 毋庸置疑 历史大雁古皇族在背后 已有传闻称他们已经到了 就住在望都的一座行宫之中 此事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很快在望都掀起了一阵风波 无数人议论此事 除了这场道战本身之外 有一人颇受关注 引来不少骂声 那人赫然便是昨日才传出名声的叶刘年 叶刘年于炼丹大会击败子和大师而成名 许多人都知道了他 据说昨日有人挑战 一道眼神将对方击伤 实力极强 然而在北地强者提出道战之时 叶刘年否认为 望都乃是和东霄大陆有关系 直接离开 逼而不战 让许多人不屑他的作风 纵是强大的炼丹大师 但如此行径 为人所不齿 尤其是牵涉两方势力之争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裹挟在大事当中 他竟然和望都划分界限 如何能不被人所诟病 这丹皇带来的天才炼丹大师 究竟是什么人 似乎品行不太好 而且不要忘了 丹皇和望神却还是有些关系的 据说丹皇曾经受到过 既皇好友东来上仙指点 而东来上仙和大燕古皇族的关系 谁人不知 叶福天在这种时候竟选择逃避 自然会有人说闲话 不过 这些叶福天都并不在意 回到客栈中 他便闭门不出安心修行 一道绝美的身影出现在修行的叶福天身旁 师姐 叶福天见来人是东来仙子喊道 你为何不出手 东来仙子开口问道 声音平静 也听不出适合态度 不想出手便不出手了 叶福天笑着道 不想东来仙子看着他 叶福天抬起头 看向那高贵冷傲的身影笑道 我传承了东来上仙之道 难道师姐认为我的对手只是北地同级的人谎 东来仙子美眸略有波动 依旧看着他 大燕古皇族之人若不出手 我入道战台起不是自贬身架 如何对得起上仙传承的身份 叶福天笑着说道 师姐也知道 大燕古皇族的强者甚至都没有到场 我出手的话 东仙道起不是也没面子 东来仙子看着他 叶福天似乎说的很有道理 身为东来上仙的传人 他的对手自当应该是大燕古皇族才是 大燕古皇族的强者都没有露面 哪里有出手的道理 讲到这东来仙子便没有再提 而是开口道 现在外面有不少关于你的流言蜚语 不少修行之人知道你住在这里 许多人议论 恐怕这背后也有人有意推波助澜 归我名声 我出来乍道 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叶福天道 阻止你入望神阙 东来仙子说道 叶福天一愣 顿时明白 以他的炼丹天赋实力 又有丹皇 若入望神阙接触到了祭皇 将来便可能直接威胁到丹神宫的地位了 如若他名声坏了 而且自己和望都斩断联系分割开来 此事传入望神阙修行之人的耳中 自然会对他生出意见来 影响他入望神阙 可惜 对方注定是徒劳无功了 一是他根本没有打算入望神阙修行 二是以济皇和东来上仙的这层关系 对方便不可能阻止得了什么 更何况他本身的实力在那 即便没有东来上仙的关系 他也必然是会见到祭皇的 你修行吧 前往望神阙指使我来找你 东来仙子说着便离开了这边 他刚离开片刻 便又有人来了 显得有些鬼鬼祟祟 偷偷地看了一眼东来仙子离去的方向 叶福天目光扫了那边一眼 开口道 你偷偷摸摸做什么 林秋笑了笑 外部走来 又恢复了之前的风度 之前只是猜测 如今却是证实了 不过东来仙子发现了他也没怎样 显然也并不在乎 他走到叶福天身边坐下 低声问道 上仙之后 之前虽然到了 但他也不敢偷听 毕竟那样有些不尊重他人 只是知道东来仙子来找叶福天 那位修为强大的仙子人物 应该便是东来上仙的女儿了 叶福天是跟随他而来 入望神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叶福天瞪了他一眼 不过却没有回应 但不回应在林秋看来 便等同于默认了 他眼睛有些放光 看着叶福天就像是看着宝贝般 既然你是上仙后人弟子 想必是从东仙岛而来吧 身上有没有一些神丹妙药 借给我用用 林秋这时候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了 东来上仙什么身份 当年东华欲第一恋丹大师级人物 既然叶福天算是他的隔代传人 那么身上仙丹什么的 怕是不少吧 当然有 叶福天回应到 林秋的眼睛更亮了 蠢蠢欲动 幸福来得太突然 为什么要借你 叶福天帝国一个鄙视的眼神 笑盈盈地看着他 这丹药还有借 借了还能还 直接就吃了吧 还是第一次听说借丹药的 大家都是兄弟 有福同享 林秋这时候已经忘记了什么是脸了 问号问号问号 叶福天看着林秋 什么时候是兄弟了 还要有福同享 看到叶福天的眼神 林秋后言道 叶兄 以后小弟为叶兄 马首十瞻 叶福天看着林秋 这家伙也是中卫皇强者 气度不凡 出身名门 脸皮竟然如此之后 一位身份显赫的人 皇都不要面子了 叶福天能如何 他取出一个瓷瓶 递给林秋道 里面有几颗神丹 都是我珍藏之物 仙子留给我服用的 如今都给你了 这福同享了 以后这男 就交给你了 说着他拍了拍林秋的肩膀 林秋感激涕零 差点眼泪都要出来了 林某一定肝脑涂地 林秋眼睛都红了 伸手朝着那瓷瓶接了过去 握住瓷瓶之时 用力用力 却没有拿下来 他看向恋恋不舍的叶福天道 赴汤蹈火在所不息 叶福天终于松手 目光依旧看着瓷瓶 林秋瞬间将他收了起来 岂能给叶福天反悔的机会 叶兄 我这就不打搅你修行了 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以后叶兄有什么吩咐随时找我 林秋说罢便直接转身离开 速度简直不要太快 双引号问号问号问号双引号 叶福天看着林秋离去的背影 眨了眨眼睛 无耻啊 从未见过如此无耻人皇 唉 可怜了他珍藏的丹药 手掌伸出 叶福天手中出现一个 和之前一样的瓷瓶 打开瓷瓶将丹药都倒了出来 直接扔入口中一口吞了下去 顿时身上一缕缕大道气息波动 这么珍贵的丹药 他炼制容易吗 身上也就剩下百来瓶了 第二天 林秋又来到了叶福天这边 不仅是他来了 还带了两位兄弟寒铁和冷叶 都是福龙山庄三位庄主的后人 此刻林秋整个人气质都变了些 似乎境界又有精进 红光满面 一起风发 他们三人找到叶福天之后 竟是同时攻身下拜 林秋更是无比感动的 看着叶福天 道 多谢林兄将如此珍贵的丹药赠给我们 这丹药可是上品神丹 巩固道基 服用之后大道根基更稳 生命之力更为旺盛 精气神尽皆有提升 修行一日境界都更精进了 这种级别的神丹哪里能求 叶福天之气度真是令人佩服 如此慷慨 焉能不让他感激涕灵 叶福天看了几人一眼 摆了摆手道 既然都是兄弟便不要见外了 那单要是仙子留给我破镜之用 既然你们需要便赠给你们 我自己多花费几十年修行便是了几十年而已 没什么大碍 这 林秋三人都是无比感动 深深的被叶福天的气度所折服 真兄弟 一搏云天 第1970章意见 林秋他们自然知道叶福天所谓的几十年修行越有夸张 这家伙可不是老实人 但他们却不得不认可这单要的价值 这单要的品阶 哪怕是福龙山脉也不容易得到 而且也远非叶福天这修为境界能够炼制出来的 必是上仙之女赠给叶福天的 叶福天转赠给了他们 自然心存感激 这份人情不小啊 以后叶兄有事 但请吩咐一声 林秋身旁的冷叶也开口说道 他们三人同为福龙山庄三位庄主之子 也都是性情中人 非常义气 否则三大庄主无法多年在一起不散 叶福天笑着道 以你们的修为境界 这枚丹药的药效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没那么容易轻易炼化 你们去继续修行炼化丹药 尽可能让药效发挥吧 我这边没什么事 好 林秋点头 既然如此 叶兄我们这边暂时告退了 说吧 三人转身离开回去修行 这次来主要是被丹药的药效震撼了 特意向邀前来向叶福天道谢 如今他们的确还没有完全将丹药炼化 还能够继续修行巩固 叶福天继续安静修行 旺都之中依旧热闹 那些从北地而来的强者也没有继续挑弄是非 却也没有离开 都在旺都中落脚 许多人都明白 这些北地而来的强者 是冲着望神鹊而来的了 其背后自然是大燕谷皇族 他们也早已经到了 只不过一直不曾露面 这一天 丹药和东来仙子一同来找到了叶福天 师兄 有消息了 叶福天看向丹药微笑着道 丹药对于叶福天的称呼还是非常享受的 虽然他地位尊贵 乃是太渊大陆顶尖炼丹大师 但对东来上仙一直极为尊重 当年的他也不算是东来上仙真正的弟子 这也算是一大遗憾吧 叶福天得东来上仙传承 那么自然是名震言顺的一波传人了 愿意称呼他一生师兄 他自然高兴 恩 丹药点头 望神鹊终已经传出消息 宣布将在三天后开启望神鹊 届十个方来人都有机会前往 我们也一样 到时候 你抓住机会 争取见到祭皇 明白 叶福天点头 他们已经来了一些时日 对于望神鹊的事情 他自然已经知晓了 望神鹊矗立于望东之巅 每年都会给予各方大陆 以及望东修行之人一次机会 入望神鹊修行 甚至见到祭皇 聆听祭皇传道 这是多年不变的传统 每年这时候 祭皇都会坐在望神鹊上修道 也是诸人皇的机会 能够接触到祭皇的机会 本以叶福天东来上仙传人的身份能够直接见到祭皇 但东来仙子却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要让叶福天先证明自己才会发生这一切 此外各方大陆的人前来也都是为此 即便是大燕谷皇族率领北帝强者到来 这几日一直很安静 恐怕也在等这一天 望神鹊怕是不会平静 当然大燕谷皇族到了 望神鹊定然早已经得到了消息 这些事情倒是无需他们去关心 你准备下 出发之时 我们再来通知你 丹皇开口说道 叶福天点头 倒也没什么需要准备的 此次前往望神鹊 竞争对手主要是东霄大陆的朱修行之人 倒是给不了他什么压力 真正能够威胁到他的 大概也就那些最顶尖的势力 如大燕谷皇族这种站在巅峰的势力 因此从始至终 他在面对单神宫以及秦和宫之时 都是带着云淡风轻的态度 因为并没有太在意 也没有将对方视为对手 望神鹊中传出消息 望不瞬间热闹了起来 无数人议论 不知道今年有哪些人 皇能够有机会入望神鹊感悟大道 又有谁能够有机会见到祭皇 授祭皇传道 不过在此之前 望神鹊也有一场风波 来自大燕谷皇族的风波 对方来者不善 这些日都隐忍不发 讲必也是在等这一天 三天事件转眼急过 对于修行之人而言太过短暂 当这一天到来之时 整个望都都为之沸腾 清晨时分 便有无数人遇空而行 浩浩荡荡 所有修行强者都前往同一处方位 即便在很远的地方 依旧能够隐约看到他们所前行的方位 有一座耸入云天的古殿 犹如仙鹊般出立于天穷之上 倒映于人世间 望都的上空之地 无数气息弥漫 有人遇空 有人踏剑 有人驾驭妖兽 这一天 在望都的一座行宫中 一道身影从房间中走出 抬起头看了一眼远方 只见一道道身形闪烁 落在他的周围区域 却都没有现身 准备一下 那身影开口说了声 声音平静 是 周围传来整齐画一的声音 随后一道道身影又消失不见 这一天整个望都都仿佛在行动 无比热闹 望神鹊 据说最早只是几面石壁 季皇和东来上先在此论道 然而多年过去 如今的望神鹊已经是一座圣地 东霄大陆最强势力 坐落于望都之中 独自占据一方天地 无比的辽阔 从外往内看 一眼根本看不到边际 只能够看到一望无际的空地 隐约还能够看到远处高耸路 云的大道墙壁 以及一座座威俄耸立的 灰红古老建筑 而那最高处 耸立于天的悬空古殿 据说便是季皇修行之地了 据说 在那座悬空殿的后方 便是曾经的望神鹊 至今依旧完好的保存着 望神鹊外 此刻有无数修行之人前来 浩浩荡荡 一眼望不到尽头 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寻常之人 是没有资格入望神鹊的 否则望神鹊岂不是要人满为患 只有周围各方大陆一些顶尖势力 以及望都的异线势力 才有推选资格 推荐一些人 黄鹊望神鹊求道 各势力之人所推荐出来的 也都会是天赋实力最强的一批人物 因此每年都会这样一次相争的时候 这时候 一行浩荡身影降临 阴内飘动 宛若天外仙子 无数道目光望向那边 有人开口道 仙女风的仙子道了 仙女风身为望都顶尖势力 自然是有推选名额的 入望神鹊 有机会面见济黄球道 入望神鹊 并不是就要加入望神鹊 而是前往球道修行 若是实力足够强望神鹊看重的话 那么也可以选择入望神鹊 诸位仙子早 又一行强者到来 是单神宫的强者 周围许多修行之人跟随着一切 犹如众星捧月 各方强者也上前去拜访 显得非常客气 随后是天战宫 秦河宫等各方势力陆续到来 还有东霄大陆 周围大陆的顶尖势力 这时 虚空中又有一行强者浩荡而来 降临望神鹊外 为首之人乃是丹黄 正是夜福天他们 只一瞬间 便有许多道目光朝着他们望去 丹神宫不少强者对着丹黄微微行礼道 见过丹黄 他们的声音顷刻间吸引了许多道目光 丹黄来了 那么他身侧的白发青年 应该便是夜流年了 见过丹黄 不少人都对着丹黄行礼 不过是否是真心便不得而知了 有人望向夜福天 只听一人开口道 丹黄前辈 此人自许非望不修行之人 也和东霄大陆无关 不愿参战 这样的品行 前辈何必带他来此 说话之人是秦河宫的强者 说着他们还扫向夜福天道 既然你自己割裂开和东霄大陆的关系 还来此做什么 人群的目光也都落在夜福天的身上 上次天战功发生之事 许多人都对夜福天有所不满 如今看到他竟想要入望神阙 自然有不少人不爽 单神宫的齐木微笑着看向那边 终究还是影响到了他 想必此事也会让望神阙之人 对他生出不好的印象吧 夜福天想要入望神阙的难度 无疑大了许多 甚至可能提前出局 如今 静上 我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